再来 你看 甜点老师介绍的甜点 值得期待 结果呢 他拿来了一个 这么简单 长得也没有非常优美的东西 事实上 这个泡芙在法文里面 我有问过我的法文老师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包心菜 对 那个字是包心菜 因为我学到那个字的时候 我很压抑 我问我老师就说 可是泡芙 就是这个字 他说对 就是这个字 他说当年也许是因为外形的关系 所以认为它长得像颗包心菜 你这样说真的越看越像 像颗包心菜 像颗包心菜 真的 可是这个包心菜里面 它包的是巧克力 对 听说这家也是日本有名的店家 对 因为它是一个日本的 一个也是像三星级 也是算三星级的一个甜点师傅 那他当年是在法国发的鸡 是 然后在日本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也常上像什么料理铁人 这样的节目 那后来他在台湾 这是他开的第一间店 紫麦泡芙 现在有再加一个品项 就是苹果塔 他们叫林晴塔 林晴是日文的那个 苹果的汉字 那就只有这两个东西 可是法国点心里面的苹果塔 那是超级好吃 好好吃喔 对 然后你今天带的是巧克力口味 对 我很喜欢它加的巧克力口味 OK 那个香味非常的优雅 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吃到很多巧克力的产品 你现场比较一下所有的巧克力的风格 都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皮好吃耶 还很酥耶 泡芙的原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它就是奶油 鸡蛋 面粉 糖 就这些东西 那也就是说你里面的那个东西 如果你的奶油用的不好 你可能味道就不好 它就是烤得有点点稍微小 有点小焦焦的味道 可是我说它不是超会大味道 就是香 它是酥香的感觉 对 酥香的味道 然后加上这个巧克力本身也是那种 不会过甜 徐天宁 你那个吃什么吃 完全 他完全不计形象了 对 现在现场在哪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今天有用顶级的食材 因为我们今天它你可以看到 它用的巧克力 它也用法芙娜的 法芙娜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标榜 我是法芙娜的巧克力 法芙娜在巧克力界里面 它有巧克力中间的爱马仕的称号 是说它很优雅 然后这个奶油 你可以看出来 跟刚才我们介绍的奶油 就完全不一样了 黄层层的对不对 好 层层这边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 发酵过的 这跟没有发酵的奶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比较扎实奶味重的奶油 你看两个感觉是不一样 颜色差很多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取决于师傅 你想表现哪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我尝一口 好 我也是 我今天吃这么多 好的材料多吃一点不要紧的 真的不一样 就很奶 对不对 可是它有点果香味 对 因为不同的地域的牧草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味道 它的浓度大概是这个的两倍以上 对 对 差不多 里面的就是馅儿呢 又可以吃到很清香的 这种巧克力 然后外面呢 加上这个酥脆的这个皮 吃起来就 一切尽在不研究 就不是想看着它 然后一口一口的把它吃完 好好吃 很好吃吧 好好吃 好 那这个是Vahona 那这个面粉呢 他们家用的是日本进口的面粉 那世界的面粉分级都不一样 你会选择台湾本产的 或者是日本的 或者是法国的 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理由 那譬如说像很多人喜欢用法国的面粉 那是因为法国的 他们的灰份都比较高 所谓的灰份就是说它里头的一些 就是麦子其他味子的部分 那就是异味它麦香会比较重 可是像日本人 他们吃东西喜欢软软的湿湿的 所以他会很注重 那个蛋白质跟保湿的部分 对 所以他们家的面粉其实是 它也是从日本进口的 各位 这个日本面粉就 几乎就是你可以拿去当蜜粉 有没有 好贵喔 对 日本面粉好贵 我自己在买日本面粉的时候 它是我们一般蜜粉 不 一般面粉 日本面粉就变蜜粉 不 太细动了 但是我们一般面粉的两倍半吧 两倍半到三倍 现在好的 讲气 都是用这个 如果像这样子的巧克力泡芙 我们应该配什么茶好 我今天搭配的是一个日本的煎茶 那日本的煎茶跟我们的茶是有点不一样 它的深度很高 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青草的味道 然后也会比较苦涩一点点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希望 因为今天的泡芙看起来好像欧妈妈的没什么 可是它口味很重啊 那我就希望用一点点那种煎茶 它口味很重的这种感觉 来炫掉那个腻的感觉保留清香 也符合他讲的啦 那个稍微有点苦味的巧克力 对 然后以后 后端那个巧克力那个苦丝的香味就会跳出来 重点是 制作单位 感觉这一杯好像是烧性 你觉得吗 有毛粉 有趣的吗 我家这种杯子还蛮多的 我拿一个透明杯也干了吧 感觉好像大家在吃尾牙 很有feel 很有feel 成功 好不好 颜色有点像 好 所以这个其实吃甜点 不是稀里糊里把它吃完就吃了 这里面学问很多 当你要讲究这么多学问的时候 你就没有空吃那么多 也是一个不错的循环 谢谢陈妍希老师 谢谢 甜点老师推荐 甜点绝对超乎一般水准 观众可以试一下 接下来幸福清典 请紫棋推荐顶级巧克力蛋糕 再看到紫棋要推荐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类的东西 看我们这一集就对了 全部都是现在台湾最顶级的 一些产品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华丽的 对 刚刚那个巧克力的东西 都叫乌七八黑的 这是一款 漂亮 好美 这是起司巧克力蛋糕 对 而且这个品牌 在台湾是号称它是巧克力蛋糕 借了LV跟Diffinny 对 所以是很top 很顶级的 是 敢这样讲 没错 今天就是大车拼 是是是 所以它这个上面 这个白白这个是什么 是起司 它是起司酱 跟一般那种乳酪一块块的不一样 而且它这个是它的原料 对 它是用 澳大利亚的起司 然后在法国最好的 Alienmade的那个工厂里面 去做的 然后它来台湾之后 它们用手工一直打 把它打成慕斯桩 全部都是纯手工做的 所以这一支是要给我吃起司的吗 没错 它们家就是强调说 让你从一开始吃到结束都很愉悦 所以它们连使用的叉子跟汤匙 都特别设计了 各位 这一支叉子 其实本来没什么特别 我不知道镜头拍不拍得到 这里有两个翅膀 对 有没有 叉子的后面有翅膀 有耶 可爱对不对 然后这是贴使跟魔鬼吗 对 就是 我都说这是牛魔王用的 然后我们去吃也是书用的 它们这一家的企业形象就是这样子 就是黑跟白 所以这个可以先试一下它的 先试看看 它的起司酱 你好香喔 好好吃喔 好香那一碗全部都放我 不行 千万不行 真的 连我都跟你说不行 好 再来就是关键 就是关键 没错 它们家的巧克力是用比利时的巧克力 像刚刚那个 毕竟跟严席老师他们有讲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顶级的法国巧克力 那世界上三大品牌 就是美国 法国跟比利时 那比利时之家巧克力的特色就是 它是不会酸的 不带酸性的 而且它的味道浓郁会回甘 有温和一点 对 它有调配过的 今天我带了三种 它有百分之百纯度的巧克力砖 是这样 这个就是那个 煤矿有没有 对 煤矿 百分之百的巧克力就是煤矿 百分之百的 他们说吃到这么高的浓度 根本跟吃土是差不多的 对 既然是吃土 那就交给徐天宇 你吃块土 真的 我吃一看土看看 我是神农士 你要吃到百分百的不容易 你知道吗 对 百分百的吃面上非常非常少 所以巧克力浓度越高 它其实可以帮助减肥 真的吗 那一碗都给我 好 而且你要测试巧克力浓度 最好方便是 百分之百纯度的巧克力 它在整个测试26度C的时候 它就会融化 对 然后你纯度越不高的 它的溶点越低 它真的是一个好吃的土 最后还有酱油味 但是它真的就像块土一样 泥土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70%的 跟53%的 它把这三种用力配方 混在一起 还有一个 这是它的巧克力慕斯 还有喔 它们用最顶级的法国奶油 再加上它们巧克力 然后也是一样用手工 它们整个蛋糕都是手工做 不用机器 因为它们觉得用手工做才有感情 然后就打 只要拿魔鬼叉子来说 它很绵密 好香喔 绵密很绵密 这会让人想堕落 所以我们要来吃一下这个蛋糕了 所以它有这么多层 对 对 我是想讲 请清雄姐切看看它的扎实感 我曾经拿过那种 透明外面的刀子切 那个刀子断掉了 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 它真的就被我一切 它就从这边整个断掉 因为它很扎实 很厚实 你看切面是这样 喔 有蛋糕 一层蛋糕 一层起司酱 然后这个再一层巧克力蛋糕 然后再一个巧克力的慕斯 这样子 好 然后可以再撒一点 看不辣在上面 还要再撒一点的喔 对啊 可以撒一点在上面 然后增掉它的口感 好吃好吃 而且它是里面很美观的 就是你从看到它 开始到吃它下肚子 都很优雅这样 对 你都会很开心 这种即便素人 人家都喜欢耶 真的 真的 这完全适合送情人 但是最怪的是 它居然配牛奶 对 因为牛奶是一个最原始的东西 它很smooth 很滑顺 它可以把整个巧克力蛋糕的原味 整个带出来 还有它起司的香味 整个带出来 对 我们不建议配茶 因为我觉得配茶的话会苦涩 更苦涩 对 会有色涩的感觉 也有道理 谢谢 谢谢子晴 谢谢 台湾甜点美味程度 连大陆通报来台都药木 他们推荐的老牌甜点 是连你也不得不认同的哟 是什么呢 广告后告诉你